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我是閑游 又來到這次心靈空間 這次想跟大家講的題目是 防衛機制 首先跟大家講一下 本我、超我、自我這幾樣東西 究竟是什麼來? 而防衛機制究竟有什麼成因和作用 防衛機制有說有些是成熟的 有些是不成熟的 一會兒都會講到 而這些防衛機制 跟我們很多時候顯現出來的徵狀 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也會跟大家講一下 一些常見的防衛機制 當我們知道了 有關防衛機制的事情 如何可以認出防衛機制 而幫助我們自己呢? 到最後 仍然有我們心靈遊樂場的 會介紹給大家 一個輕鬆一點的練習 準備好 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講的是 本我、自我、超我 是什麼來的? 最主要是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提出的 佛洛伊德說了很多 無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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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意識 的東西 而在這些無意識 顯意識裡面 他就講了 裡面其實有些東西在 有些什麼呢? 他包括了一個叫做 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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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原始的我 是動物性的 講好都是我本能的東西 我要怎樣 我喜歡怎樣 好玩就可以了 他就完完全全 在無意識 無意識 中的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特性 就是他不懂得分真假 先後 過去 未來 他是完完全全 沒有時間 和空間的概念 他就是 完全這樣活在當下 他講的是 享樂 講的是 即時得到滿足 我要些什麼 我立刻就要了 好像 那些嬰兒子一出生的時候 他要些什麼 他立刻就要了 他肚子餓 他就立刻哭 叫他 告訴你我要 他或者 那些嬰兒子 奶濕了 髒了 他就要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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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候就出現了自我,Ego 這個Ego,這個自我,它是從Eat的本我那裏來 所以它有部份是在無意識那裏,unconscious那裏 亦有部份是在有意識,顯意識,conscious那裏 它說很多主宰幫我們的邏輯,計劃一些東西,語言的能力 都是這個Ego去搞的,它通常都是跟著現實去走 而其中一個它很大的作用就是,剛才不是說的 Eat的本我那裏有很多動力,很多衝動,經常想闖關 就是由這個Ego,這個自我,它去把關 我去守住這個關口,哪些可以過得到我的才能出來 過不了我的話,我按回你下去,不給這些不合格的衝動 不合格的impulse,闖關這樣出來我們的意識上面 好了,當一個小朋友,它慢慢長大,去到四五歲大概那個時候 就經歷過一個伊底帕斯情結 經過了這個伊底帕斯情結之後,那個SuperEgo的超我便走出來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加清楚更加多有關這個伊底帕斯情結 可以參考我們之前有一講,是講了很多關於這個伊底帕斯情結 所以今天就不仔細去詳細講了 你可以聽回之前講一講的,這個SuperEgo這個超我 它是從本我和自我的Ego那裏來的 所以它亦有部份在unconscious,無意識那裏 而另外它亦有部份在顯意識那裏,consciousness那裏 這個SuperEgo超我,它說很多就是我應該怎樣 這些應該是跟我們那些道德的標準、價值觀 很多社會的規範、規則、規矩、文化背景、生活圈子 這些所有東西都有關的 SuperEgo這個超我,它說的是什麼 是為所有人、為全人類去著想 聽起來很偉大 舉個例子,這樣大家會清晰些知道這三件事 究竟是怎樣運作和怎樣想 你想想,當你下班、坐車、回家 很累啊,但無謂坐 在這個時候怎樣 Eat的本愛就說,我要坐 而自我Ego就是 看得出來的現實就是 無謂坐 在這個時候 剛才我們說 Eat的本愛有一個很特別的特質 就是它沒有時間空間概念 而且它不會分真假 在這個時候,我就幻想 很舒服地坐在這裏 就是這樣 Eat的本愛滿足了 但是這個自我Ego就很清晰 它仍然覺得很累啊,沒有位置坐 然後呢,有人下車了 下車就有位了 這個時候怎樣?發生什麼事? 本愛的本愛 沒事的 因為剛才幻想的時候 滿足了它 它沒事發生 但是這個自我Ego 就是有位置坐 我去坐了 這個時候 這個超我SuperEgo就出來了 它就說 不行 首先要看看有沒有有需要的人 有沒有大肚婆 有沒有老人家 有沒有行動不方便的人 先要讓位給他們坐 這個就看到了 很不同的 他們想的 再舉一個例子 走出去 我們走過逛逛街 很肚餓 這個Eat就很直接 那這個Eat的本愛就是 很肚餓,我要吃東西 那個Eat的自我就是 看著看著看著 沒有我都沒有地方賣東西吃 沒得吃 這個時候我就幻想,哇,在那裡拿著雞腿在那裡咬,很好吃啊,很開心啊 就是這樣,Eat的本我已經滿足了,沒有東西的了 而那個自我,它很清楚的,那個現實是怎樣 仍然就是沒有東西吃,很餓 然後逛逛逛逛,去到一間食店,我就可以買雞腿吃 這個時候,Eat又是,本我沒有東西的,因為剛才已經滿足了 而自我那個ego就,好啊,有東西吃啊,拿雞腿吃 超我這個時候就走出來了,不行,先要拿錢包出來,拿錢給錢,買了雞腿回來,才可以吃 看到了吧,三個呢,他們完全想的那個方式那個模式很不同 很多時候,我們當有一個念頭走出來 所有念頭都是由那個無意識,unconscious起來的 在那個無意識的本我,有一個念頭出來 這個念頭呢,它就會跟我們的一些能量 或者你可以理解為一些情緒掛勾,勾實了 那它就上來了,很想出來啊 但是那個ego,那個自我呢,就把關,喂,不行 通過不了審查,不出得 這個時候又怎樣呢 按你下去,不給你出來嘛 那念頭按了下去 但是呢,那個情緒沒有按下去 情緒仍然在那裡 那個情緒呢,就繼續 一後你不為意,就衝衝衝闖關了又想 那終於有一天呢,成功了 那個情緒闖關成功,走出來我們那個顯意識那裡 那怎麼辦呢 因為本身那個念頭是按了下去的嘛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這個情緒呢 它就只是浮出來,都不知道跟什麼有關 在這個時候呢,那個情緒呢 就會找在外面那個現實那裡呢 一些人或者事,就會掛勾下去 而這個過程呢,就是我們怎樣把我們內在的東西 投射出來我們的現實 通常它選什麼人,選什麼事去掛勾呢 就是選一些,跟它裡面本身那個原先的念頭 是有一些關係,是有一些象徵性的關聯的 就選過那些來掛勾 所以呢,它走了出來嘛 掛了一些現實的其他的人,其他事 我們就經常都以為那個情緒呢 是真的跟那件事和那個人有關 而往往就忽略了,原來最背後呢 還在無意識那裡 還在下面我們不知道 無意識是我們不知道的東西嘛 還在下面那個 那個念頭啊 才是背後最初那樣東西 我們還很傻以為 就是我們看到現實那樣東西 那個人或者那件事是有關的 好了,而這個ego這個自我呢 它除了說要看著不要給那些impulse 不合格的,不合乎它的標準那些impulse 那些衝動去闖關之外 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去協調那個ego的本我 跟其他部分 包括跟它自己的ego自我 跟super-ego,超我 以及跟它現實reality 因為很多時候呢 這個ip無意識的嘛 所以呢 它會跟其他部分呢 有很多衝突的 當這些衝突出現的時候 會怎樣呢 就會有一些焦慮產生 所以呢 ego呢 它又要應付這些焦慮了 和幫手 而呢 這個特別我想說的就是 當日佛羅伊德呢 是很久之前來的人 一百多年的人 所以它當日所說的 用的anxiety 這個焦慮 不單止是說我們現在 今時今日講的焦慮 今時今日講的anxiety 它所說的這個焦慮 是包括那些 憤怒啊 不安啊 擔心啊 傷心啊 總之那些呢 令到你不舒服的情緒的感覺 來的 今節呢 我們暫時講到這裡 轉頭回來呢 我們繼續講這些衝突啊 焦慮呢 這些事情 轉頭回來再見 動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